季风现在游客回流 包含了客运和游览车驾驶需求逐渐增加 交通部现在也通过了大型车职业驾驶的年龄限制 从7月1号开始将从原本的65岁放宽到68岁 但有部分民众担心年纪太大开车会有安全疑虑 所以交通部也制定了相关规范 除了不可以有心脏疾病和高血压等等 每年都要做健康检查 而且65到68岁的驾驶 每天上工的总时数最多8小时 而且只能够连续开车3小时 让业者现在乐观其成 认为延长驾驶的年龄上限 能够缓解人力不足的问题 旅游解封游客回流 客运游览车需求逐渐增加 交通部也即将宣布 7月1号开始 大型车职业驾驶年龄限制将从65岁放宽到68岁 毕竟老年可能身体多少跟一些势力 可能也会比较没到那么好 所以多少还是会有些担心 长途车的话 他们也比较容易疲累 比较容易出危险 我觉得年龄还好 就是怎么样确认说 他那个时候的状态还能不能 正常的开车比较重要吧 部分民众会担心安全问题 不过游览车客运业者表示 近年来都有驾驶人力不足的问题 因此希望交通部比照计程车 小型车职业驾驶人 99年从65岁上限提高到68岁 106年再提高到70岁 下个月开始 大型车职业驾驶人年纪最大 也可以到68岁 不过考量驾驶人年纪较大 交通部也有限制 每日驾驶总时数最多8小时 而且只能连续驾驶3个小时 一天的休息时间也要有30分钟 限日间工作 交通部初步盘点 每年约有3000多名职业驾驶 可以延长职业生涯 但兼顾乘客安全相关配套措施 得严格把关 记者送保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